乾隆皇帝在位长达六十年 退位后又作为太上皇统治了三年 成为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握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 乾隆的一生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经历 他做了许多事情 也收到了许多的负面评论 特别是在花钱这方面 可以用灰金如土来形容的 那么乾隆皇帝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具体数字可能没有人能够回答 但从内务府档案中 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相关信息 以乾隆十二年为例 我们来看看这一年的乾隆皇帝 衣事方面耗费了多少钱 内务府是清朝皇宫中 管理皇室生活消费的部门 皇帝一家人的吃穿用度 都是经由内务府去安排的 皇室成员的日常开支 主要集中在皇帝和皇后的膳食和服饰上 这是内务府最常见 也是消耗最大的开支 清末时期的皇室成员普家 在回忆清宫生活时曾说 清代的王府在生活方面 一向都是非常奢华的 但尽管如此 如果和宫中的开销相比 那简直不值一提 就算我作为王公子弟 看到那个场面也都不禁感叹 通过他的这段话 我们可以知道 皇宫的生活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而且普家所见 只是清末时期皇宫内部的消费水平 更不用说和乾隆盛世时期相比 差距肯定更大 负责宫中膳食的机构 是内务府旗下的玉茶膳房 玉茶膳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构 具体又分茶房 清茶房 膳房 档案房 首康公茶膳房 皇子饭房和茶房 世卫饭房 买拌肉类处 肉房 干肉房 酒醋房 菜房 波波房 果房等等 玉茶膳房的具体负责人 有一个头衔教长官房 管理内管领事务处 史料中一般都简称为 长官房处 这个职务是个肥缺 立由内务府郎中 原外郎兼任 此外 在玉茶膳房之外 还有一些后勤机构 比如有三仓 恩丰仓 广储司的茶库 营造司的炭库 柴库 庆丰丝的牛羊群 牧畜等等 这个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机构 主要是为皇室成员提供服务的 其中当然也包括 在宫中担任职务的文武大臣 太监 宫女 苏拉等人 然而 他们的饮食开支 却是相当有限的 以乾隆十二年为例 宫中各处值班的官兵的饭食费用 还不到一万两银子 说开销 就免不了要列流水账 乾隆十二年可考的消费物品 及大约数量具体为 菜库买办供奉内亭 及膳房等处应用蔬菜 像广储司银库之银 六万八千八百三十九两 供应盐盐 以及日常所用鸡蛋 共九十七万零四十个 玉膳房及各处用 白老米九千六百六十蛋 黄老米一千二百六十八蛋 玉膳房内管领 乘坐勃勃捉张 及各处用蜂蜜两万七千五百四十五斤 膳房及各处用黑盐五万五千二百八十八斤 白盐两万四千九百零七斤 关山仓供用白卖一万五千蛋 张家口处牛羊群木处 该年胶乳油两千三百九十七斤 乳饼八百一十九斤 乳酒三千五百三十斤 糖 辣由广储司出银采买 糖碎用银两万四千二百三十五两 辣碎用银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四两不等 香油 灯油碎用银五万两千三百五十四两不等 酒醋房该年用采买银一千二百二十一两 所用猪肉 鸡 鸭等酱 用银三万四千二百五十六两 此外除各项进贡水果不计 果房该年采办四季水果用银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三两 因档案记载的不全 以上所列的还不是预查膳房所有的开支 但总计花银在三十八万两左右 如果全部包含在内 这一年乾隆皇帝及其皇室成员在吃喝一项上 应该不下五十万两 所谓的皇室成员其实也不算多 乾隆皇帝共有四十三个后妃 十七个皇子 十个皇女 外加一个太后 但不同时期人数至少不多 这七十多个人中 乾隆作为皇帝奋力最大 他一个人至少要占了三分之一 即十七万两左右 自康熙以后 皇帝每日的奋力基本上变化不大 具体是盘肉二十二斤 汤肉五斤 猪油一斤 羊两只 鸡五只 鸭三只 白菜 菠菜 香菜 芹菜 韭菜 共十九斤 白萝卜 红萝卜共六十个 包瓜 冬瓜个一个 葱六斤 玉泉九四两 酱和青酱个三斤 醋两斤 早晚随善拨拨拔八盘 每盘三十个 玉膳房还要供给皇帝每天所用的茶 如等共一百斤 每天用玉泉水十二罐 乳油一斤 茶叶十五包 两斤二两 这些物料经过加工后 仅皇帝一人每天都要做出六十七种菜 三四种米饭 十几种小菜 以及五六种粥 当然这些东西 皇帝是吃不完的 大部分都浪费了 乾隆在穿着上的年开销的记录 就更不详细了 但也有零星的记载 负责皇帝日用服饰制作的机构 主要是江南三制造 乾隆十二年 内府记载 共用断一百余匹 装断二十五匹 仅仅是这两项 就要耗费四十五万两左右 这么算下来 乾隆个人一年花在吃 穿上面的银子 至少在六十万两以上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根据乾隆朝的物价水平 一个五口之家年 开支大约在三十两左右 六十万两 就等于是两万个家庭的用度 此外 当时四川全省的 田赋银为六十五万余两 云南为五十八万两 要知道田赋是 朝廷赋税的大头 乾隆一不小心 就把一个省的赋税 给吃没了 穿没了 吃 穿之外 至于乾隆每年用以赏字 庆典 出巡等各项开销的数字 更是无法统计 不负责的估计 乾隆一年下来 个人消费 没有三百万两 应该是下不来的 乾隆四十二年 清朝国库存银 八千一百八十二万两 但是到嘉庆三年的时候 国库只剩下 一千九百万两 短短的二十年时间 六千万两银子 没了 钱没了 乾隆皇帝还挺安逸 自称十全老人 以为旷古未有 其子嘉庆皇帝 却是一点也乐不起来 只能汲取教训 稳健理财 不再追求虚头八脑的 盛世风光 在他去世的时候 总算搬回一局 卸任时留下 二千七百万两 继位的道光皇帝 刻成复制 重简去说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新三年就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一度创造了 三千三百万两的佳绩 颇有恢复元气的指望 无奈 道光帝八字不计 十印不佳 注定命不该付 陡然与国际接轨 遭遇了鸦片战争 军费及赔款花费巨大 最终导致巨灰 道光三十年 国库仅存银八百万两 然而 到了咸丰继位的时候更惨 登基之初 便与太平天国大开内战 敌战区的赋税收不上来 各地军队的费用却不能少 于是在咸丰三年的时候 实在这一蓝田的数字 是一百六十九万两 创历史新低 不过 最惨的是 这一百六十九万 还不是真金白银 只是账面数据 经过审计 当年的库存十银 只有十一万八千七百零九两 就这么点银子 还不如民间一位富豪 和鼎盛的乾隆朝 相差净达八百倍 这还让人家 怎么愉快地当皇帝 当时若是有退出机制 咸丰帝还真会选择辞职不干 迫不得已之下 咸丰皇帝将紫禁城内的 值钱的重金属全部融化 即便是用来防火的大铜钢 也没放过 所得全部送往前线充当军饷 这日子过得实在是紧巴巴 还好他的一生总算是熬过去了 国库多少还有些散碎银子 到了同志 光绪时 日子就更紧巴了 各种战败 各种赔款接踵而至 打清的国库已经空了 沦落到要去各国银行贷款的境地 到了宣同时 只干了三年 皇帝就退位了 连皇宫小朝廷的生活费 也要民国政府施舍 为贴补家用 暗地还干一些倒卖国宝的勾搭 打清国库的明细账 说白了就是一部王朝的兴衰史 银子就是国家的根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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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